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南 欢迎收看本期的茉莉说生活 现在很多的人都不注重肝脏的问题 导致肝脏受损 但肝脏受损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毒素堆积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不利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三样养肝的食物 经常使用肝脏更健康 首先是第一样豆芽 豆芽的价格很便宜,营养价值很高 它能够生发体内的氧气 而且还能够保护肝脏,起到输肝理气的作用 还能够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和代谢能力 排除身体的毒素和垃圾 并且还能帮助减肥 第二样是剂菜 剂菜是养肝的最佳食物 它入肝筋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排毒降肝火 并且呢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体内肝气的生发 是非常不错的养生食材 甚至还可以起到养颜的作用 女性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哦 第三样是韭菜 韭菜是比较常见的护肝菜 它能够给肝脏补充营养 还能够清除体内的垃圾和毒素 减轻肝脏的负担 而且呢还可以帮助肝脏排毒 对肝脏健康有好处 并且呢它还起到温中开胃 去因丧寒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这期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记得关注《莫里说生活》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